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些蘋果的新產品 和大家一起開箱 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其實我是一個樓BB設計師 很多時候我都會接觸剪片和美術的工作 所以我日常的器材都跟蘋果直接相關 我本身是喜歡畫畫的 所以這次的新產品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也很感謝大家一直以來支持我的頻道 不拍我的影片很悶 但是我都會盡力拍多些好影片給大家 還有我自己都喜歡玩旁拍的 最近買了這部Muffet Air 或者遲些我就會買一些新機 我覺得遲些也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就不要說太多了 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我這次買了什麼呢 我買了一隻新的Magic Mouse 黑色的 重點的Apple Pencil 還有第六代的iPad 因為它可以用到Apple Pencil 比起之前買iPad Pro 是便宜了很多的 那我待會會試一下 看看質感或者寫下去 那個敏感有沒有不同 還有我也買了Apple Smart Cover 給我的iPad用的 這個是一個Poderette的產品 我個人都挺喜歡紅色的 所以我就買Poderette 好,不要想太多 現在先開箱 好了,首先我現在先開一支Apple Pencil 因為這個是我最想買的東西 這個就是我最想買的 這個就是我一支芯 劉勺的先開箱 這個就是我手錶 這個就是我後來的 這個就是我手錶 裡面還有 一邊還有 筆頭 筆蓋 還有攝影書 好,現在先放在一邊 先放一邊 接著應該是到iPad iPad也沒什麼特別 這麼多年包裝也是差不多 我最喜歡的iPad就是iPad Air 其實都隔了很多袋 好,現在開 裡面有一個iPad 其實都是那些東西 USB線 說明書 還有保留 好,看來 好 看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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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於之前那隻,大小其實差不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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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